大家好,我是艾叔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期影片艾叔教大家做了呛面馒头 不知道你学会了没有 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今天艾叔要做正宗的老上海 弄烫里的明星早点鲜肉大包 如果你也喜欢 快跟着我一起试试吧 做包子前 你需要选择正确的食材 和蒸汁器具 艾叔推荐你使用 蛋白质含量在11%左右的中筋面粉 强烈建议你使用 低糖型速发干酵母粉 以及你需要准备好 适合蒸包子的蒸锅 这几点如果你做对了 那基本上你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在上一期呛面馒头的影片中 艾叔已经详细说明了原油 没有看过的小朋友 赶紧补课 去看一下那支影片 另外要提醒各位 本影片中包子的制作工艺为 先包馅后发酵的方法 艾叔给到各位的食谱配方 不建议轻易改动 务必使用低糖型速发干酵母粉 好我们开始做肉包子 先来制作馅腥部分 准备葱姜水 取小香葱的葱白部分 剪碎倒入料理杯中 生姜去皮 倒入净水 用料理棒打成汁水 如果你没有料理棒 可以忽略此不准 把香葱和生姜切磨即可 打碎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来给肉馅调个味 这是猪肉米 肥肉和瘦肉的比例 建议2比8 最好提前冷藏冰一下 加入葱姜水 去腥且让线心多汁 加入细盐调个底味 加入老抽增色 加入生抽增鲜 加入细砂糖提鲜味 加入白芝麻粉增味 加入芝麻油增香 加入猪油增香 搅拌均匀 让肉米上进 如果你没有料理机 可以用手来搅打 顺时针搅打到肉馅出粘性 覆盖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 包子的匹配 在浸水中加入细砂糖 或者糖粉 因为砂糖占面粉比例 在7%以下 所以使用低糖型 速发干酵母粉 搅拌均匀 直到糖全部融化为止 料理盆中倒入中筋面粉 加入泡打粉 泡打粉的作用是当包子发酵不充分就拿去蒸制时 它能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 提高成功率 加入猪油 猪油能增加面团的延展性 让揉面更轻松一些 一边倒入酵母水 一边用筷子搅拌 这样手上就不会粘有面粉 用手背来按压面团 直到盆里看不到干面粉 这时的面团还很突糙 把它拿到台面上来继续揉搓 这个揉面的过程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 揉到面团表面像这样光洁就可以了 把它搓成条 再对折按压 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面皮 这样可以排出面团中的空气 让面团紧实 蒸好的包子表皮细腻光滑 如果你嫌麻烦可以跳过这一步 如果你有压面机那更好了 可以代替手工擀面皮 面皮擀得不够方正没有关系 经常把面皮翻个面再感觉不会粘黏台面了 如果可以尽量不要撒手粉 以免包包子的时候面皮容易发硬 像这样擀面折叠三次就差不多可以了 最后把面皮擀成宽25厘米 长度为40厘米的正方形面皮 略喷一些水物 用手抹匀 感觉面皮起粘性了 把面皮卷起来 搓长至35厘米的调胚 接着来下面剂子 艾叔的手比较大 掌心宽10厘米 所以我做大包子 每一个面剂子约50克 这一份料可以做8个 你可以根据你的手掌宽度来决定做多大的包子 女生初学者艾叔建议你先试试35克一个的剂子 好 我们来下剂子 左手轻握调胚 拇指放在调胚背后 左手拇指贴合食指 乘L型 右手的拇指 食指 中指 乘中空状 握住调胚头 在下剂子的瞬间 右手大拇指平躺紧贴 左手拇指 使用寸镜 向L型肩脚处推出去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这样剂子就完整利落地摘下来了 如果你掌控不好 可以用刀或者刮板分切 把剩余的面团均匀分给每个剂子 在剂子的上下两面略粘一些手粉防粘 盖上保鲜膜 我做8个大包子 分别放在两个蒸笼内 所以我先把4个剂子擀成圆面片 用手掌肉最多的那个大鱼剂 在剂子中心按压 确认面片没有粘住毯面后 再继续轻轻按压外圈和边缘 用擀面杖向面片中心方向轻微用力 推进三分之一 注意擀面杖退出面片 不要用力 左手提起旋转面片时 擀面杖会自行后退 离开面片 擀成外圈薄一些 内圈保留厚度的圆皮胚 皮胚的直径应当根据剂子重量而定 按书下的剂子是50克一个 所以皮胚直径是10厘米 和我的手掌差不多宽 这样在包捏包子的时候 我的手掌能控制得住皮胚 完成剩下三个皮胚的擀皮 适当撒一些手粉 防止皮胚大伙粘粘台面 第一批的皮胚擀好以后 需要松弛5分钟左右 让皮胚外圈发酵起一些厚度 并且恢复一些延展性 搭会包捏打褶子的时候效果更好一些 线芯刚才冷藏冰了一下 猪肉脂肪使线芯变得硬了一些 搭会包线的时候方便包捏 线芯的温度不能过低 否则包好线芯的生包子 需要发酵很长时间 准备两个蒸笼 铺上蒸笼纸 取一个皮胚 你看边缘已经发酵膨胀出一些厚度了 在皮胚底部粘一些手粉 挑一些线芯 轻轻按在皮胚中心位置 注意拖着皮胚的左手适当弯曲 爱书做的大包子50克的皮胚 填入40克到45克的线芯 一定要把线芯抹平 线芯填入后 皮胚成飞碟状 这样我们就可以捏包子的褶子了 右手大拇指在食指第一关节处捏褶子 左手负责旋转 并把皮胚边缘往右手推送 我尝试想用更多的词语来描述这个过程 但是还是觉得信息量太大了一些 当你从来没有做过包子的情况下 我说再多也没有用 只能意会无法言传 我还是决定把两龙共八个包子的制作过程 完整地呈现给各位 大家仔细反复看 多练习 你就会有感觉和领悟了 如果你已经学会了 可以快转至12分56秒处继续观看 你需要注意第二批的匹胚擀皮的方法 与第一批有所不同 在影片10分47秒处 初学者不要错过 我们nehmen多网了 我喜欢小的匹胚擀皮 你经常在此 各自带ony 如果你要懂 我会来 没什么 在第一批 紧张 就很随忍 小的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让前后两皮包子发酵程度相似 所以第二皮的四个剂子不要用擀面杖了 用手来按压剂子即可 这样可以保留剂子的发酵厚度 同样外圈薄一些保留中间的厚度 直径大小应对应剂子重量 填入线芯完成包捏 如果你已经看明白了 可以跳过 从12分56秒处继续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肉包子已经包好了 蒸制前包子还需要发酵一下 让包子的面皮膨胀出一定的厚度 可以略微喷洒一些水物 如果您有烤箱 可以开启发酵功能 设定温度在40摄氏度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单独开启底部加热 设定温度在40摄氏度 发酵时间主要看纤芯温度而定 最终时间以包子体积膨胀到原先的1.5倍大起 不要超过两倍大 以免发酵过度 如果你的包子纤芯是常温的 比如素菜线包子 那么你可以使用更高的温度来发酵 可以大大缩短发酵时间 如果你没有发酵设备也没有关系 放在室温中即可 等待它发酵结束 只是发酵的时间会长一些而已 看一下发酵结束后的生包子 来对比一下发酵前后的大小 你也可以在包子发酵前拍一张照片 然后和发酵后的包子对比一下 用手在包子的侧面轻轻按一下 非常柔软按压处会慢慢回弹一些 如果回弹非常明显 完全看不出按压的痕迹 说明包子发酵还不足 需要继续发酵 接下来先把锅里的水开大火煮沸 要注意食谱配方中含有泡打粉 适合在水沸腾后再蒸包子 不适合冷水就开始蒸包子的方法 因为泡打粉只有在高温下 才会急速产生二氧化碳 辅助包子皮膨胀 特别是当初学者因为经验不足 而过早结束包子发酵 泡打粉的作用能一定程度弥补发酵缺陷 降低失败率 水煮沸之后调至中火 火太猛会使水蒸汽过多 蒸出来的包子表皮可能会起泡 其中的原理可以看爱书的上一集影片 呛面馒头中有具体说明 摆上蒸笼盖上蒸笼盖 开始计时 初学者在蒸制过程中注意蒸盖上冒出的蒸汽量 蒸汽量过多 需要适当调小一些火力 蒸制结束后熄火 需蒸个五分钟 让包子底部吸收一些剩余蒸汽 以便待会儿取出包子的时候 能顺利地和蒸笼纸分离 时间到 打开盖子看看 还不开心 激不激动 我家老母已经在我背后 打着筷子敲饭碗了 掰开一个看看线心 肉馅弹牙 知浓未美 上海风味的弄糖美食 鲜肉大包 就完成了 艾叔相信你也能做出又好看又好吃的大肉包子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